在上一场比赛 微臊莫里月吉奇率领绝巾全员出征 不敌三阵太阳以后 本场比赛绝巾也不想拼了 直接轮袖了月吉奇和卧龙凤楚 于是他们输得更颤了 94比124 颤败给雷霆整整30分 继全赛已是四连败 毕竟一场输得比一场难看 那位说了 这回你可不能怨微臊了吧 这您可就错怪我了 我一直都说了 微臊很好 他是雷霆的天皇 是火箭的救世主 是奇才的三双王 是胡人的拼命三郎 是快船的活力板凳 是角色的双重过渡使者 如今又来慧哲绝巾 他真的很好 很有精神 但就是为霉运所产 高低不会赢求 就好比说我的朋友铁袋炒股 一只股票原本涨得好好的 可一旦被他选中持有 马上就开始急转之下 跌得产不忍睹 铁袋很有炒股的实力 他就是运气不好 不怪他 怪股票和股市 所以苏球这件事也不怪微臊 怪篮球和球场 他到了一支球队 上了是输 不上还是输 你让他怎么办 根本就是篮球自己的问题 再说雷霆队 毫无疑问 他们也是西部的新王 新赛季尽不可能杀进总决赛 一家三大 杰伦·威廉姆斯·霍姆·格伦 三少可以说已然成型 又有哈腾 杜尔特·卡鲁索 三大实力汉将 里外帮衬 甚至赤鸡的天赋 威金斯·以赛亚乔 也都是又年轻又有实力 也将让雷霆队拥有一百个扫轮 随时可以交易索哈 进一步升级阵容 这支球队 用一句俗话来讲 喷羊的天空才是极限 一边Buff拉满 一边Debuff缠身 苏赢 自然没啥好说的 雷霆赢30分 算是很有武德 没有对可怜的绝金下死手 幸运的是 这只是季前赛 不幸的是 本赛季常规赛第一战 绝金要打的正是雷霆 这是月机器带着卧龙凤鼠全军出动 能够挽回30分的劣势吗 4月25日星期五 让我们拭目一待